李佑斌是一位大气晚成的演技派演员,他塑造的荧幕经典角色可谓不胜美举,如《亮剑》中的李云龙、《闯关东》中的《朱开山》、《刑警本色》中的《周世万》、《中国地》中的《赵老嘎》、《师父》中的《老铁》、《天地良人》中的《高演》等等。 有些剧虽然播出多年但至今点击率还是非常高的。 除此之外李佑斌主演的电视剧你还了解多少呢?下面就随系说小编一起来详细了解,下李佑斌十部最好看的电视剧吧。 李佑斌电视剧盘点一亮剑,李佑斌电视剧哪不好看?戏说小编历剑经典军绿剧亮剑,豆瓣评分高达9.4。 当年这部剧一播出便好拼如潮,掀起了当年的收视狂潮,更是夺得2005年中央电视台收视冠军。 而李佑斌饰演的李云龙也深深地烙在了心里,这一角色至今都让我们肃然起敬二闯关东。 电视剧闯关东,主要讲述的是从清末到九一八事变爆发前,一户山东人家为生活所迫离乡背景闯关东的故事。 这部剧斗瓣评分9.2,是李佑斌主演高分电视剧之一。 他在剧中饰演朱开山奇精湛的演技《让闯关东》,被不少人称之为李佑斌老师的风神之作。 3.刑警本色 警匪行电视剧《刑警本色》,改编自小说《天府之国魔语道》,是李佑斌电视剧作品之一。 他在剧中饰演阴险狠毒的黑老大周十万,大反派的角色竟然也被他演绎得毫无违和感。 这就是好演员的魅力李佑斌也凭借该剧获得了第18届中国电视精英奖男配角奖,四中国地,抗战题材电视剧《中国地》,主要讲述了李佑斌饰演的农民,赵老嘎带领清风里民众浴血奋战。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,坚守家园十四年的抗日传奇故事斗瓣评分6.5。 5.天地良人 李佑斌出演的电视连续剧《天地良人》,是以粮食行业为背景,深切关注粮食安全及三农问题。 热情殴割了粮食人,对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和无私奉献精神。 这部剧也是我国第一部关注粮食安全,直面粮食腐败问题的反腐大剧。 该剧故事紧凑剧情不拖沓,更接地气也更打动人心。 该剧播出后虽然收拾率不太高,但其口碑却爆棚豆瓣评分高达8.86江山。 电视剧《江山》是一部革命剧,主要讲述了在1949年至1951年中国,共产党打下江山后守江山的那段历史。 李佑斌在这部剧中与史蓝牙扮演夫妻而擦出火花,两个人在拍戏的时候就默契十足,连导演都说两个人把夫妻演活了,气国门英雄。 李佑斌演过的电视剧《国门英雄》,主要讲述了关汉生如何追根溯源,找到张志坚饰演的幕后黑手张怀斌,并与张怀斌展开了一场正邪,之间的殊死斗争的感人世纪。 这部剧不仅是一部以海关为题材的行业剧,还是一部反映社会百态的全景剧,在当时可是取得了不俗的收视业绩,也赢得了一定的口碑豆瓣评分为7.4。 李佑斌凭借该剧还获得了2012年度中国电视剧年度明星盛典十佳男女演员蒋八红日,战争剧红日是一部全景式实施性的作品,再现了国共两党发生在孟良顾的那场惊天动地的战役。 这部剧也是李佑斌出演的电视剧作品,他在剧中饰演国军第一猛将张灵甫,让很多人重新认识了这位名将,该剧播出后实现了收视高潮,口碑也很不错,豆瓣评分7.0。 李佑斌凭借该剧还获得了2009年,金南方影视盛典最佳男演员蒋九《非常代价》,《非常代价》是由高建国指导,陈请李佑斌王倩华主演的家庭连续剧,主要围绕一马姓人家展开,以马家小儿子马良贪污罪为切入点,戏剧性地描写了一个家庭面临灾难时的状态,从而展示了一幅20世纪90年代,中国底层百姓的生活图景,塑造了一群当代普通百姓的人物形象石师傅。 电视剧师傅主要讲述了上世纪70年代到改革开放这一段时期,在优秀工人老铁和三个徒弟身上发生的感人故事,反映了中国转型时期工人阶级的特殊命运。 说起李佑斌的电视剧哪几部最好看,师傅绝对榜上有名。 这部剧作为李佑斌为数不多的情感剧,也是李佑斌主演最经典的剧集之一。 他在剧中饰演高级汉宫老铁,该剧热播后收视率一直走高广受观众的欢迎。 豆瓣评分为8.2还获得了第28届中国电视剧《飞天奖》长篇电视剧2等奖。 豆瓣评分为8.2还获得了第28届中国电视剧。